这个床是我奶奶活着的时候用的 包括我自己也是睡这个床 我也喜欢这个床 将来如果我买房了 我只能把这个床 如果我爸不要的话 我就挪到中间我自己用 真的就有感情的 这个柜子呢 是我妈我爸他俩结婚的柜子 俩柜子呢都不舍得人 这个是有感情的 你们不懂的 不是旧知道吗 不代表旧就是差 等一下空调在那上面了 看到没有 这是空调啊 我爸也不怎么开 大家给你再看一下 我们家的三轮车 两辆三轮 就是这么好 然后这个是家里面的餐桌 餐桌是有这个玻璃的 但是我爸给整的灰尖有点大 我不好收拾 来这边皮椅 那是那是好多年前的 都挺流行这个的 我买的 来冰箱有啊 来铺的地板 我爸不愿意睡 因为还得挪空调 所以我爸不愿意睡 这是那个床 这是那个家具 虽然时间也是有点长 但这个柜子 这是最新的柜子 因为我爸 我爸 我妈是残疾人 她不会用那个燃气 所以就只能用这个 你知道吗 并不是说家里用不起 我们这边没有通过燃气 只能用煤好吗 就家 就这还是新买的 这个是新买的 过年的时候买的 这个柜子 生活奶奶 活着的时候 整的 整的这个 暗柜 这个柜子 其实还是可以合着 但是时间长了嘛 所以就成这样子的 如果要暗息一点的话 不会用成这个样子的 等一下啊 浴室啊 这是我们家之前 是没有这个浴室的 后来 后来我这不是 找了点熟人 然后盖了这个浴室 然后给你们打印看一下 进去啊 进来了 这个洗手池 我爸以为是这样 给家里买的洗衣机 因为全自动的 家里用不好 有时候老是停水 上面这个是热水器 最大容量的 当时买的是最贵的 咱也不知道啥牌子 然后 但是我爸不怎么用啊 我也很无奈 用出来吗 爸 我家里装正乱啊 为啥我不盖院墙呢 因为盖个院墙 下来得一万多 我觉得有那些钱 给我爸用来吃喝 挺好的 还有 为什么不重新盖个房子呢 因为盖一套房子 下来十几万 我有那十几万 万一我爸出什么事 怎么办呀 我把那钱 给他用来医院不好吗 我给他养老不好吗 我干嘛要花在这些 虚的上面呢 对不对 我们家 我们家不付 所以有钱 都要使在刀刃上 你一边不吃有盐墨吗 你俩没有 我做了吧 照顾好自己啊 找个外码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